可能又會不適合喝啤酒 不要拿醉shun 那 傷一些不適合喝啤酒 我覺得你還要換套年輕的衣服 衝起來 聽手適合的音樂 同時吃個美好的早餐 肥仁的心情都會開朗很多 我幫你 相信我 這個是抵抗失戀充起套餐 靚衫靚哥靚早餐 全套加起來都是收你每六年六號 看得難呢 覺得怎樣 我感覺好像領你的東西 是嗎 你覺得領我的東西 是不是開始忘記失戀的痛苦了 好像是 你嘗試再領大鵝 夠膽你大聲跟著他唱出來 我擔保你和會煙燒雲散 唱吧 蕭麥 Sankita Yeah come on baby Sankita Yeah baby 你嘗試看著我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30號 嘩 真是 這次啊 不說頒獎給他都不行了 靚哥靚三 靚早餐 除了人人有書讀之外呢 還有人人有針打 嘩 幾勵志啊 是不是 話說呢 原來啊 我們的銀子 一早就已經預言了今時今日的局面了 用我一一道來 在開始之前呢 說回這個香港特區政府最近啊 推動了那些商家佬是不是 那些商家佬想事很簡單的 人都只不過是畜生和禽獸的一種 所以啊 只需要 就像管理農場那樣啊 那些傲仔有慾望的時候呢 他就用慾望去推動那些 Happy白啊 各樣那些 慾望野獸街 那一個一個排著隊 要打種的就打種 要接種的就接種 什麼打種 啊 就是施永青說那些 兩胎之前 就不准備人 你這就是農場打種 那對於拜登啊 最近 那推動那些 說什麼 源頭研究 是不是啊 那約翰遜呢 就說不相信這些這樣的病毒 是由那些什麼實驗室啊 洩漏那些東西 那但是呢 就說對這個起源啊 所以是持開放的態度 就是最好你查啦 但是我不信這些東西的 查完就知道是不是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啊 那說回接種那邊啊 這裡 政府啊 就批准已經接種疫苗的金融機構高層 申請豁免抵港的檢疫安排 就是你已經接種的時候呢 就可以啊 隨時出入境了 那萬一那幫人有復養 又或者啊 抵擋不住變種病毒的時候呢 就你糟糕的 那今天要講的呢 啊就是那個林健鋒想出來的那些東西啦 他在電台節目裡面呢 就透露 啊會有些什麼 終極大獎啊 各樣那些 那想將那個 接種率 吹谷啊 去到七成 達至群體免疫這樣說 最好他做到啦 如果做到的時候啊 那七成人啊 啊 接種了啦 要死的又死了 要墮胎的又墮了 心臟搭橋的搭了 那群體免疫 香港是外向營經濟啊 達到目標接種率的時候呢 那就非常之好啦 安全城市這樣說哦 那原來啊 啊有很多的商界人士聯絡他啊 啊就說 會送現金啊 機票啊 酒店住宿啊 自助餐券啊 主題公園門票 儲值車票 抗疫用品 驗身券等等等等 那其實要打的又打完的啦 現在才推出來的時候呢 最好啊 打了那些市民就有份的 有得抽 因為啊 有些人啊 他都想省回的嘛 臨去英國之前啊 有免費驗身券 那都叫省了一點點啊 雖然好像是二百多元而已啊 如果你說政府那些是吧 資家那些就貴一點啦 機票呢 那你說明去哪裡啊 你去烏光達那些機票呢 沒有吸引力的哦 還是給人任去的呢 那就說得通 那另外啊 有商戶 就不知道什麼商戶來的啊 是不是蕭永青啊 就說 會推出這個婚姻配對服務 向接種手劑疫苗的市民呢 提供婚姻配對的資料 就是打種啊 這點呢 啊 似乎啊 就可以吸引很多的 適婚年齡那些啊 那走去接種是不是啊 那說會安排這個 單對單會面 跟著你上台 誰懂得請粉絲回來獻花那麼有辦法啊 不是請的 真是你的粉絲啊 啊 女學生詩詩文文等你很久的啦 蛤 片花 我知道了 來得沒有 來得等你而已 啊 分分中都渴望著他 看見面 默默地窗口 從來沒叫 分分中都渴望 與他相見 魚又飛碟啊 啊 哇 林健鋒就說 商戒今次做是希望 雙管齊下 鼓勵更多人接種 如果不是啊 易廟如果未能完成接種呢 啊 啊就會捐贈去其他地方 是不是農場啊 喂 打豬魚打狗打花打草 那他就說了 等於賭錢落鹹水海浪費公帑 哇 誰這麼可惡 買了這麼多過期易廟 啊 就要浪費公帑啊 拿他去打把啦 跟著林健鋒就說 希望公眾啊 不要以貪 啊 去形容今次的計劃 你就貪心咯 就是想啊 有更加多的生意 trade deal 還有你送的那些東西啊 不是黑骨銘心骨頭捏嘴 你看回那些主題公園門飛各樣啊 就是近日啊 制銷那批咯 和易廟一樣制銷 用制銷的東西去推銷一些制銷的東西 對的啦 滑木對滑木啊 還有啊 你就 這次啊 聶德權就開心了 在這裡公佈數字 他就說 接種的人來講呢 是破了紀錄啊 教精你啦 多買多送 是不是啊 如果你已經接種了兩劑科興 或者兩劑復必泰各樣的那些呢 那你復必泰就溝針科興 科興那些就溝復必泰 互相接種 接多幾劑 你是不是多些抽獎機會啊 配對的機會都多些啦 我不會用打種兩個字的 打種臉充撥子 是不是啊 拌子啊 不是撥子啊 撥子是一條頸而已 你打種臉充撥子的嘛 搞錯了搞錯了 另外啊 有工會就要求僱主提供有薪的疫苗假期 這樣說 你知道嗎 有些人呢 真的啊 無所不用其極 我不知道他什麼思維啊 他真的走去接種的 原因是為什麼 有人事部的姐姐就說 那個員工呢 在最忙的時候 公司最忙的時候 出缺 走去打針 跟著呢 就叫頭頑身慶 然後說不上班各樣 大條道理這樣說 我是他呢 我說炒毀了那個人 都沒有用的 人事部 是公司的勇員 如果你不炒那個人的時候 就炒了那個人事部 就對了 垃圾來的 這傢伙不上班 你竟然 暴動於衝啊 只是說幾句啊 應該啊 就炒毀了他 扣了他 扣了他花紅 一下子踢出去就算了 再寫上他的CV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為什麼 那張銀紙的設計師 應該獲得這個金子經勳章呢 因為啊 他完全預言了 今時今日會發生的事 你看看那幾張銀紙 首先啊 第一 就是啊 你看到啦 那些什麼 黃灰富貴英 Happy伯 劉鵬 什麼都齊了 這個就是婚姻配對 陳建峰推出那些 靚歌靚三靚早餐 第二個啦 是化蝶喔 你有多少人 今時今日化蝶啊 你數我聽 就是至少啊 有那十九件英雲啊 嬰兒的嬰啊 就是養鬼仔的十九個啊 Coffee那些啊 南洋十大邪降 你那幫人不是化蝶啊 心臟病啊 中風呢 高血壓啊 吸煙啊 中央肥胖 焦慮症啊 什麼都齊 然後啊 第三張銀紙 你見不見到啊 買樓啊 抽樓啊 有得抽獎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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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最有價值 為什麼呢? 他顯示著 今時今日呢 就等同這個吳萬達說了 達哥在破壞之王裡面 當周星馳在這裡問 為什麼要騙我? 人人有功練這些你都相信的 我不騙你騙誰啊? 為什麼不告訴我? 難道我講明你聽? 是呀 猛病?我是騙你啊 你出得我了嗎? 這樣嗎?我不會這樣做的 我們這些有道德的 最後不要緊 因為外賣仔呢 是練得成這個無敵風火輪的 還打贏了大師兄 但是這個世界有多少個 無敵風火輪啊? 有多少個可以打贏大師兄啊? 連水流大師兄 不過我是很贊成這件事的 都是那句啦 騙了那幫傢伙 那群體免疫 至於張宇人在這裡說 你這幫不打針的自私 嘩!你老爸啊 你又真是自私啦 如果不是怎麼會有20元張的稱號 完全啊! 視人命如草戒 草奸人命 這隻這樣的禽獸啊 夠膽死 好說人家自私啊 這些就是中國股權法咯 魔鬼根肉人 不過他有魔鬼張宇人 還是張宇人啊?火星來的啊 一條條觸手露出來咯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